我们的歌三冠军组的冠军项越来越明显了 从第九期的淘汰赛就能够看出来 节目组在捧谁 据网友爆料第九期中 绿芳和翟萧文被淘汰了 而杨谦华和周星哲竟然主动退赛了 这样一来在场上的队伍就更少了 最终哪一组会获得冠军也就更加明显了 难道我们的歌三真的有黑幕 杨谦华自动退赛又是因为啥呢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哈喽宝宝们 咱们又见面了 我们的歌三已经录制到第九期了 到了第九期淘汰赛就登场了 我们的三一共12期 目前已经步到了第七期 录制到了第九期 第九期一共淘汰了两组 或者说一组是被淘汰的 一组是主动退赛的 第九期的结果被网友曝光 第九期中混战的是 大张伟 王苏龙 肖敬腾 张碧晨 杨谦华 周星哲 绿芳 翟萧文 很多人称这四组为下位组 也就是节目组安排好的 可能会被淘汰的组合 所以在比拼之前 观众们也能够大概的预判到输赢了 大张伟 王苏龙是这四组里面 创作改变能力最强的 也是人气上比较高的一组了 按照之前的赛制 下位组 留下一组 那大张伟和王苏龙这一组 可能会被留下 当然到现在为止 有很多人不喜欢大张伟和王苏龙 认为大张伟不适合这个节目 可他的才华 在这个节目里 真的是完全被展露了出来 对于音乐 大张伟还是有很多读到的 改创能力的 本次混战的歌单也被曝光 肖静腾 张碧晨演唱 一眼瞬间 杨千华和周星哲演唱 一孩子 吕芳和翟萧文演唱朋友 大张伟和王苏龙唱了一首 《我们都有一个家》 何剑魂 大张伟唱的第一首 是一首串烧 听着串插了很多歌曲在一起 所以不一定是这个歌名 第二首是王苏龙 写给别人的一首歌曲 是2017版内地版 射雕英雄传的插曲 其实按照之前几集的惯例 如果要淘汰一个组的话 那么不是吕芳 翟萧文这一组 就是杨千华 周星哲这一组 果不其然 在第九期混战中 吕芳和翟萧文组就被淘汰了 吕芳和翟萧文被淘汰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 杨千华这一组推散了 相信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 杨千华与周星哲这一组 应该是所有组里面最不搭的 两人一个是香港歌手 一个是台湾歌手 一个国语不太好 一个粤语不太好 所以两人的第一首歌处处吻 刚演唱完 周星哲就被骂了 网友认为周星哲拖了杨千华的后腿 并且周星哲的粤语听感很奇怪 到了A组表演的时候 两人演唱了一首《永不失联的爱》 又被评布如单依纯演唱的版本 杨千华的国语土字不清晰 也拉低了团队的后腿 本来就不搭的两人终归走上了 退赛的道路 其实两个人歌曲的反响不好 完全是选曲的原因 两人完全可以选择音语歌曲 这样还能够凸显唱功 但最终还是因为语言原因 无奈退赛 周星哲其实也比较冤 他如果和其他人搭档 可能会碰撞出很多的火花 毕竟他是台湾人 雪月宇实在是太吃力了 而且他很有创作才华 搭档薛之谦的话 也许能够和薛之谦 有更多音乐改变上的火花猜出 搭档林子祥就直接开挂了 离开舞台还真的是有点取材了 所以第九期走了两组选手 女方 展萧文 杨千华和周星哲 看完第九期的曝光 再来看看刚刚结束的第七期 第七期中我们的歌三 来到了激动人心的团战对决 首先开战的是A组的杨千华 周星哲 小敬腾 张碧晨 迎战B组的戴佩妮 刘宇宁 周比畅 陕一纯 最终B组的国色天商战队 战胜了A组的星际宝贝战队 对于这个结果观众并不意外 因为B组出战的是最强阵容 而A组出战的是 只是第二梯队 A组最强的林子祥和薛之谦的战队 要下期才能出战 所以B组获胜并不意外 虽然结果不意外 但是B组获胜的过程并不轻松 A组的二线阵容并不弱 他们的发挥非常精彩 可以说B组也仅仅是现身而已 A组输给B组 并不是因为实力的差距 而是自己人的发挥实在是太掉链子了 A组被自己人拖了后腿 我们来分析下两支队伍的三四对决 看看A组到底是怎么输掉比赛的 A组第一轮演唱的歌曲是张学友的《拥抱阳光》 出战的歌手是四人全部出战 这首歌A组的每一位发挥都还行 可是合在一起就不太行了 有一种群魔乱舞的感觉 四个人分别是来自港台和内地 每个人的嗓音都很有特点 但合在一起就变得很乱 B组第一轮演唱的是张宇的《羽衣之下》 出战歌手是戴佩妮、周碧强、刘玉宁 他们把《羽衣之下》做了颠覆性的改编 好不好听、见仁见智 整体来说戴佩妮和周碧昌的演唱《偏离的轨道》 刘玉宁演唱的是《远之原味》的《羽衣之下》 第一轮B组以121票击败了A组的115票 不知是观众喜欢这种魔性改变 还是喜欢刘玉宁的《远之原味》 第二轮比赛是转折点 如果这场A组能够扳回一局 那么第三轮还有悬念 可惜第二轮A组又输了 张碧晨和周星哲合唱的 《两个人不等于我们》 实在是让人可惜张碧晨完美发挥 却让周星哲拖了后腿 张碧晨可谓是开口贵 嗓音有辨识度有传透力 技巧情感都是满分 观众被张碧晨的歌声陶醉了 而周星哲一开口就将观众拉回了现实 吐字不清的老毛病还没有解决 唱歌软绵绵也没有情感 两个人的合唱完全不大 周星哲又一次掉了链子了 其实这一组B组能言完全是拖了周星哲的福 因为刘玉宁和单依纯的女儿国 发挥的也是没有多好 首先是改编的不够好 其次是两个人太年轻 他们的情感继承不起这首古老的音乐 这首歌刘玉宁和单依纯发挥的怎么样 你去看看林俊杰在梦想的声音 演唱的女儿国就知道了 第二轮比拼B组获得了123票 A组获得116票 这一轮对决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张碧晨 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中国好声音最强冠军并不是浪德虚名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组的对决 也是2014年好声音冠军和2020年 好声音冠军的首次比拼 虽说张碧晨组输给了3A纯组 但是张碧晨个人发挥是完美的 只是被自己人拖了后腿 第三轮对决已经失去了悬念 但这一轮却是整仓比赛 最精彩最势均力敌的一组照亮 甚至可以称为本季 我们的歌到目前为止 最优秀的两首歌 A组的杨千华小金腾 张碧晨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绝活 没有周星哲以后 A组的能力值瞬间提升了很多 A组发挥的完美 B组则更加惊艳 B组三轮比赛 每首歌都很有创意 最后一首Stand By Me 简直就是一场音乐剧 大碧晨张碧晨 单一纯三个女人演艺三种不同的状态 这是一场完美的实听盛宴 最终第三轮的结果是A组赢了 他们获得了125票 B组120票 A组总分依然是落后的 从三轮比拼的过程来看 B组获胜是实至名归的 首先是在创意和用心程度方面 就赢了一大截 A组的三首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和改编 而B组的三首歌 不管好不好听 起码能听出来是用心在编排 其次就是周星哲拖后腿的情况很严重 一千两人合唱的时候 就让杨千花交哭不随 他们基本每次都是倒数第一 现在四人团战赛 周星哲依旧没有调整好状态 尤其是第二轮与张碧晨的演出 他的发挥糟糕透了 但凡他能够发挥的再好一点点 或许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随着节目的深入团战强势来袭 表面上来看的话 A组跟B组交战 B组毫无胜算 尤其是当戴佩妮选择 山一纯和周碧昌之后 让更多人都不看好B组接下来的走向 原因很简单 从现在有的成绩来看 大长尾跟王素龙组队显然会更好 但是根据现场观众的爆料 我们可以得知 戴佩妮这组在团战中一风翻盘 赢了一组的林子祥战队 这个结果确实超出了不少观众的 预期结果 毕竟林子祥跟薛之谦四人团队实力太强了 想把他们比下去绝非易事 不过细品的话就会发现 戴佩妮这组能够逆风翻盘 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因为在此之前 戴佩妮就买下了很多的伏笔 奠奠了自己会获胜 周碧昌跟山一纯还没有把自己的大招放出来 不少人都说戴佩妮之所以选择山一纯 很有可能是节目组安排的 事实上 戴佩妮在组队之前就明确表示过自己很想赢 经过缜密的分析后 她还是选择了周碧昌 但从局势来看 大招伟汪素龙确实会摩擦出不一样的效果 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大招伟跟汪素龙的实力都已经到达了极致 改编不一样的梦醒时分 深情演唱的那一年 都把自己最出彩的一面剪像在了镜头当中 但节目进度才刚过一半 所以舞台表现力已经很难让屏幕前的观众眼前一亮了 搞笑上演名场面只能赢得一次 没办法常常都用搞笑的方式获胜 但周碧昌跟单英纯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只把自己的实力展现了一半 杀手锏并没有亮出来 用网友的话说 周碧昌还没有火力全开好好发挥呢 自打组队开始 他们没有演唱任何一首经典老歌 在该节目中 歌手本身的发挥极其重要 不过最重要的永远都是选曲 选择一首经典的曲目翻唱 往往会更戳中观众的内心 必然讨喜 而周碧昌跟单英纯一直都很有战略眼光 不是不唱经典老歌 而是还没到时候 纵观前几次的白头舞台 他们演唱的曲目都很冷门 甚至有观众在这之前压根就没有听过 这才是他们成绩不理想的根本原因 一直到后半程比赛的时候 只要在选曲上能够俘获大众的芳心 绝对可以拖颜而出 毕竟周碧昌的战功无人能及 当年从超级女生走出来的歌手 就他的失业能力从未翻车过 无疑是我们的歌三中隐藏的一个王者 由此一来 大拼一战队的实力很平均 而林子祥这边的实力 一点优势都不占 团战顾名思义 比的就是成员的综合业务能力 除此之外 刘雨宁还是唯一的男歌手 势必会呈现出不同的画风 总而言之 这档节目虽然热度不高 但质量比其他综艺都高 入坑不亏 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大家觉得呢 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